大家好,我是铁头 今天准备了一块老豆腐来做一道 令人回味的豆腐完整 豆腐中加上一个鸡蛋 胡椒粉 稍微放多一点点 生抽 适量的盐 三勺玉米淀粉 把它抓均匀 锅中倒入多一点的油 把油烧至七成肉 油热后捏入豆腐馆子 全程用小火来慢慢炸 先把这些杂质金黄 方面夹出来控油 边夹边炸,后面的也差不多好了 全部炸好了,放一边 准备两个番茄和葱蒜 番茄切片 蒜和葱白,剁碎 锅中下少许油 加入葱蒜末 把它煸出香味 炸出香味后,加入番茄 把番茄炒出汁 炒的差不多了,加入一碗清水 适量的盐 少许的白糖 盖上锅盖把它烧开 已经烧开了 我们把丸子倒进去 把它铺好 你看我们的豆腐丸子奇奇怪怪的 但是很好吃的哦 好,可以关火出锅了 炒上点葱花 炒上点葱花 这道美味的番茄焖豆腐丸子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 试着这一顿想着下一顿呢